好 这能让民众在百货公司用夜市价格买衣服 这是日系品牌的副牌 明天开幕比正牌便宜 不过平均还是比日本贵上两成 Model有自信地展示身上的服装 日系平价服饰再下一成 副牌跨海扩点价格超清明 99元到3000元预估10月再开一家 不怕与正牌正面交锋 在价格方面的话 我们会比UNIQ要便宜5成左右 打着比正牌还要低价来台闯闯看 不过同样一件羽绒背心 新台币790元 日本价格未加税算一算 以现行汇率大约564元 加上消费税整体平均比日本贵上一到两成 打着低价策略进入台湾 像一件T恤几乎就是夜市价 势必冲击到原本的低价品牌 先前Banano宣布退出台湾 就是受不了国际评价服饰前后夹杀 仍有的评价品牌面临考验 不过挟着品牌优势 看好预估一年1500亿的服饰市场 还有这家 确定在明年公台落脚新一区 一进一出各具一方的平价品牌 局面可能重新洗牌 采钢暖好的位置 可能又要让出空间来 雨天TV第五号李曲轩台北报道